皇帝为羞辱宰相,将五十岁辱娘嫁给他,洞房叶宰相却高兴不已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,想要及时获取最新内容,订阅圣历史,期待与你在油管中互动。 一个是当朝宰相,一个是五十多岁年老色衰的老太婆,原本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因为皇上的一道旨意,结为连礼。 这本是皇上的一时兴起,想要捉弄他,换作别人一定会羞愧难当,并蜿蜒谢绝。 可是面对皇帝的羞辱,要把皇后五十岁如母嫁给他,他却兴奋不已,倒头叩谢皇帝,真是丢尽了天下读书人的脸。 他却因为这件事自以为和皇上攀上了关系,小人得志般地每日沾沾自喜,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个为人正直的好官。 谁能想因为自己的痴心妄想,成了道貌岸然的伪君子,也为天下人所不齿,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还得从他的从头说起。 出身名门,窦怀真的出身,按照现在的流行语言来总结的话,他应该是个官二代,他的祖上都是皇亲国妻,尤其是他的祖父窦怀德。 那可是跟随李渊打下大唐江山的开国功臣,他的父亲呢,也是在朝廷里做宰相,所以窦怀真从小到大的家庭环境那都是十分的优渥的,吃穿用度学,样样等级高,幼时的窦怀真还是个比较勤学的好孩子,在之后的成长中也是更加的才是过人。 在他的家庭环境影响之下,更是耳濡目染地习得了一些围观的知识,到了年龄之后,窦怀真成功考学步入仕途,出入官场的他,一心怀着要做好一方百姓父母官的初心,先是在清河县当起了县令,凭借自己的一身才学和两袖清风的做派,那时的窦县令深得百姓喜欢。 一段时间后,窦怀真也因为自己的优秀政绩而获得了提拔,成为了御史大夫,可是也是由于这一次晋升,窦怀真的心境开始发生了变化。 他见识到了一些高层官员的操纵,内心开始蠢蠢欲动,他不再像从前当县令那般,尽职尽责,一心开始想要谋求些捷径,也想要通过一些攀附权贵的手段来获得更高的权势和地位。 此时的大唐王朝的统治,其实早已是暗朝汹涌,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,而此时的在外皇帝是唐中宗,他确实是个没有什么自己执政特色,甚至可以说是任由皇室中人摆弄朝政的昏地。 窦怀真经过一番细细观察,似乎也是找到了自己的可以攀附的高知,此时的他,早已将自己曾经那种踏实肯干的初心抛却脑后,转而换上了一副油腻圆滑的处世面孔, 平日在官场行走的窦怀真,不仅对相逢的每位官场权贵笑脸相迎,就连对一些皇庭中的太监,宫女也是一副巴结之态,可谓是用力过忙。 平本事得事,当时的朝政一片混乱,在那个封建皇权高度集中的社会,结果连后宫中的嫔妃公主都能开始对朝政指手画脚。 当然,这一乱象当然是因彼时掌握实权的唯后而起,从此之后,他更加巴结着唯皇后,见到唯皇后人还在二十步开外,他便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,等着皇后走过,窦怀真知道唯皇后的父亲名叫唯玄真,便上书对唯皇后表明,自己已经准备改名了,因为自己名字里有个真字,而您父亲唯玄真名字里也有个真字,自己要避讳,自己改名窦从一。 我对唯皇后的忠诚之心,从一而终,绝不更改。 如此恶心肉麻的话,在窦怀真的奏章里,却是随处可见。 窦怀真的脸皮,也让一众大臣的汉颜,自古以来,听过避讳皇上名字的,也听过避讳皇帝父亲名字的,这皇帝的父亲,大概率也是皇帝,可却是第一次听到避讳皇后父亲名字的,这些事情传出去之后,窦怀真原来积累下来的那点清明,也便逐渐地毁了。 但是窦怀真在此时,却丝毫地不在乎。 名声,名声是什么?名声能帮助自己加官进爵吗? 且在当时,由于是唯皇后与安乐公主把持朝政大权,所以内宫之中宦官的势力极大,窦怀真对于这些宦官太监便格外上心。 因为窦怀真知道,他们天天侍奉为皇后和安乐公主,比自己离权力要尽多了,到了后来,在窦怀真遇到案子之中,只要是脸上白净眉胡子的,窦怀真都觉得这人说不定便是一个宦官,便对这一方格外偏袒,久而久之,窦怀真的媚上知能,却愈发地老练,也愈发豁得出去了。 基本上,整日开始跑到唯后面前摆好一副舔狗模式,确实,他这个人是有一番能言善辩的划嘴本事的,常常是三言两语就说到了唯后的心坎里,经过一阵子对窦怀真的考察。 唯后觉得此人确实可用,一来是觉得他是那种对权力极其渴望又圆滑会行事之人,二来眼下,自己也确实是正需招那一些可用的谋事,就这样,唯后开始一路提拔窦怀真, 一路辅佐自己掌握着李唐江山的大权,但也正是这样的选择,让窦怀真从此的名声开始大臭。 虽说当朝皇帝唐忠宗确实不是什么明君,但他对于朝堂上的形势还是能判断得清楚的,得知窦怀真成为了唯后一侧之人,对他是十分的看不上,自然的,唐忠宗一侧之人也是十分的厌恶窦怀真。 被赏赐如母。 随后,窦怀真在朝中仗着唯后的权势,狐假虎威,李显对此自然也是心知肚明,但是碍于对唯后的宠爱,对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不过后来,窦怀真却连李显都不放在眼里了。 这让李显觉得很没面子,便打算羞辱他一番,李显觉得羞辱窦怀真是小事,但如果惹到了唯后就很不舒服了,于是他想到了一条妙计,一条看似是赏赐,实则是羞辱的妙计。 他找来窦怀真表示,为了奖赏他的忠心,决定赏赐给他一位美人,巴不得迎合皇帝的窦从一。 一听说,皇帝要给自己找一位漂亮媳妇,立马上前叩头谢恩,唐忠宗笑不语,立即让下人将自己选定的美貌女子传照上来,大殿之上,众人只见一位婀娜多姿的女子缓缓走来,脸颊上挂着一层面纱,倒让人不禁好奇是哪一家的女子。 斗从一见状,开心不已,甚至还特地淫了一首诗,让那位姑娘心悦,并要求着将女子脸上的面纱揭开,见女子汗手后,斗从一怀着激动的心情,走到了姑娘的跟前,双手虔诚般地揭开那一层面纱,却不想,面纱下面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般夫如宁之的女子。 而是一位面容老太的妇人,诸位大臣见此情境,纷纷知晓了皇帝的用意,早已将之前心头的不快撇清,换上了放肆的笑容,心目当中不由得万幸,还好那个人不是自己。 唐中宗看见漫半拍的斗从一,心情大好,耐心地解释道,这个女子是为皇后的奶娘,年龄仅有五十岁左右,事情发展到了这里,显然是皇帝给斗大人买了一颗雷,而大家都期待着斗从一的反应。 意料之外的是,斗大人竟然很快就将自己的心情处理妥当,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不甘。 斗从一这样的行为,反倒让皇帝有些许的不适,而李显对他更是心生恶心,斗怀真看到王室之后,自然明白了这是皇帝要羞辱自己,但是他很快镇定了下来,并且在第二天就去向李显谢恩去了,斗怀真见到李显之后立即高呼,万岁,表示感谢皇帝的赏赐, 这让李显很是无语,毕竟一个人的脸皮能厚到这种程度,倒也是无敌了,在斗怀真看来,王室虽然年纪大了些,但毕竟算是皇帝的长辈,自己娶了他,自然也能称得上是皇帝的长辈了,于是他恬不知耻,自称为国系。 最终结局,后来维后独死忠宗,府里重冒为傀儡皇帝,自己背后操控,却被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拉下水,用力礼担继位,他就是唐瑞宗,而斗怀真为了撇清和维后的关系,杀了自己的妻子王室,虽然此举保住了性命,却丢了官位。 他被贬到地方,担任地方官,由于其才能出众,不甘心待在基层,千方百计地依附于太平公主,最后又成为瑞宗时的宰相,之后为了保住官位,他对太平公主和瑞宗都是极尽讨好,不过瑞宗因太平公主过度地干涉朝政。 他干脆善为儿子李隆基,也就是唐玄宗,唐玄宗继位后,斗怀真却支持太平公主密谋造反,事情败露后,斗怀真畏罪自杀,但是李隆基却对其尸体进行了鞭尸,甚至还将他的斗性改成为毒性,可想而知,斗怀真有多可恨,斗怀真原本出生高贵,但是为了想尽荣华富贵,丢掉了自己的尊严,让人看见了笑话,最后也没有得到一个好结局,想想也是让人觉得悲哀, 对此大家有何看法呢?